空军某训练基地利用信息技术改进训绕模式 攻击部队遭敌袭击 县令尼部迅速集结 前出搜救伤员 以战医疗队队员接到指令迅速集结登车 前接后送伤员 搭建野战医疗所进行紧急救治 该基地担负魏勤力量基地化训练任务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助对魏勤训练转型 通过数字网络 战场监控 实时终端等设施设备 多样式提供数据交互 真正实现猎有平台 导游手段 评有标准 紧盯空军部队认识魏勤保障特点 依托航空兵场战设置空勤预险搜救 航空魏勤保障 空运医疗后送等刻色魏勤科目 破解制约魏勤保障能力生成的重难点问题 现代战争对一线救治时效要求越来越高